美国每年都炮制所谓的军控尊约报告 摆出一副法官的姿态 对他国军控和防扩散政策和实践 指手画脚 将自身标榜为模范 这十分荒唐 事实上 大家看到的是 美国在军控和防扩散领域的尊约记录 劣迹斑斑 近年来 美国对国际军控条约和机制 采取利则用 不利则弃的实用主义态度 接连退出中岛条约 开放天空条约 撤销签署武器贸易条约 在伊朗核问题上反反复复 美向澳大利亚这个无核武器国家 提供核潜艇技术 合作开发高超音速武器 向他国出售可携带核弹头的战斧巡航导弹 加大核扩散风险 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美国独家阻挡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 一顶充谈判 并在全球设立生物实验室 开展生物军事活动 美国还是唯一没有完成 库存化学武器销毁的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约国 美方所作所为 严重破坏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 阻碍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 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 美方不反共自行 反而不断向其他国家泼脏水 实质是为自身摆脱条约义务 制造借口 寻找替罪羊 对此国际社会 包括美国的有识之士 都看得十分清楚 需要指出的是 美方对中国的指责 纯系捕风捉影 子虚乌有 中方一贯本着负责任的态度 认真履行自身承担的 国际义务和承诺 鉴定致力于多边主义 始终坚持维护以 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近年来 中国积极参与 不扣散核武器条约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等审议进程 推动外控军控法律文书谈判 发布全球数据安全倡议 向联合国提交 关于规范人工智能 军事应用的立场文件 为加强和完善国际军控 与反扩散体系 维护世界和平安全 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遵守军控条件方面 中美两国的表现 疏忧熟劣 国际社会自有公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